这道椰山椒炒牛肉丝 拿着过瘾 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今天我买了20斤牛肉 48块钱一斤 我们切一小块来煮牛肉丝 这是牛里脊肉 切肉丝比较好切 我们先把牛里脊片成片 再来把它蒸起来码好 跟我们切猪肉丝一样 把它切成丝 切牛肉我们要很紧切 要把筋切断 炒出来才会更嫩更好吃 切好的牛肉丝我们放入碗中 加入少量的一些小苏打 还要放一些姜葱水 我们把它抓满上筋 牛肉吃满了水 炒出来就更嫩 姜葱水我们分多次加 要抓到这样子粘手上筋了 我们再来加一点老抽上个颜色 加入半个鸡蛋清 把它抓均匀 还有来加一勺红薯粉 也可以用生粉 把它抓均匀 最后放上一些油 给它缝起来 这样放个20分钟 再来炒 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切一些配料 青菜把它切成结 姜蒜都把它切成丝 我们丝对丝 片对片 炒出来好看一些 椰山椒也把它切成小条 这样它的酸辣味更能炒得出来 还来切一些泡椒 给它擦个颜色 好看一些 配料我们切好了 接下来开始起锅烧油 先把锅烧热 热过冷油 这样差不多粘锅 把我们腌制好的牛肉 放下去把它划散 牛肉这样划散了 我们先把它倒起来 让淋起锅烧油 先下入野生椒 烤椒 还有切好的姜丝 蒜丝 把它炒香 再来加入我们划好的牛肉丝 还有我们切好的青菜结 把它翻炒均匀 加入一些蚝油 调味 再来加入少量的一些白糖 味精 给它调味 白糖中化一下口味 吃起来没那么糟辣 最后放上一点生抽 把它翻薄均匀 就可以出个装盘了 这道非常下饭好吃的 椰山椒炒油的事就做好了 尤其喜欢放一些香菜的下面 每天都在认真地分享美食食品 记得给我点赞支持一下 非常的感谢 喜欢的朋友 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